好 帶您來看到在彰化有家超便宜的早餐店 有人說買了六樣東西居然是百元有掌 原來像是一顆包子呢 只要五塊錢 玉米蛋餅二十五元 超佛心價格也讓網友感到不可思議 而這間早餐店呢 開在國小前面 老闆說就是為了讓學生可以吃得飽 不少人畢業之後還是會回去 來重溫這家早餐店滋味 碗裡放滿玉米粒 加入一顆蛋 攪拌均勻 倒上肩台 立刻蛋香絲意 蓋上餅皮 翻面煎得恰恰 塗上醬 玉米蛋餅一份二十五元 四條熱狗也是煎到表面微焦 外脆內軟 只賣十五元 網友分享到彰化這家早餐店 買了巧克力三明治十二元 傳統飯糰二十五元 小包子五塊錢 配上一杯豆漿十五元 百元有找 超便宜 皮薄肉又多 真的是滿實惠的 小包子一顆只要五塊錢 大口咬下還會噴出肉汁 民眾直呼划算 有網友就說要吃十顆 早餐店開在國小旁邊 老闆說就是要讓學生吃飽 活力多銷 去年早餐價好 吃了 吃一次了 因為你小朋友 只要讓他吃得飽就好 讀對面的國小 然後已經畢業好幾年了 還是忘不了這個味道 價錢很薄啊 一個人的話一百以內都有找 連中午也都不用吃了 在地早餐店飄香二十五年 不少人從小吃到大 畢業了到外地工作 每次回老家早餐都吃爆 吃個童年回憶 還有滿滿人情味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